刚把核武器部署到白俄境内 俄罗斯发出危险 一旦北约翻脸 非兰会第一个遭殃 普京的言外之意 美国听懂了吗 大家好 我是萧英华 2024年俄乌成都将进入关键的转折点 乌克兰这边 泽连斯基为了争取援助 忙得焦头乱合 跟美国 跟欧盟 西方骨节打了一圈交道下来 几乎没要到多少钱 为数不多 能拿到手的就是 拜登从口袋里挤出了两亿美元 还有荷兰等国家 终于交付了F16战斗机 但这些对当前战场形势来说 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泽连斯基扭转战局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乌克兰离失败也越来越近了 而另一边 俄罗斯倒是有些底气十足的架势 普京不再仅仅关注俄武战场了 开始分出一部分精力 和中国进行更多的合作 在中东展开外交行动 同时还忙碍头衔 解决了势力范围内 外高加索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而除此之外 去年3月份 普京公开要求把核武器 布置到俄罗斯境内 在去年底也有了新的消息 按照卢卡申科的说法 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已经正式部署在了北俄境内 一切准备究析 而这个消息才发出不久 核武器刚刚就位 俄罗斯就再次公开对美国 对北约 对欧洲国家发出了威胁 这几天俄罗斯的一名高级外交官表示 如果俄罗斯和北约的紧张关系再度升级 那么接下来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将毫不犹豫了 也不再有所顾忌 而且这名俄高级外交官 还指名道庆表示 第一个遭殃的就是费兰 费兰大家都知道 作为俄罗斯的邻国 又是一个中立国家 去年4月份 在俄罗斯的强力反对下 依然决然地加入了北约 费兰加入北约影响非常大 直接改变了北约地区的局势 北约进一步东扩 而且按照北约条例 北约是可以在费兰境内 进行军事部署的 这相当于北约直接把武器 把枪口架在了俄罗斯的加美口 而且费兰距离俄罗斯 圣彼得堡只有不到300公里 距离摩斯科也只有不到900公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要拿费兰第一个开刀 其实并不意外 这也是北约无限东扩的坏处之一 北约和俄罗斯的缓冲地带一旦没有了 北约是能够更好的威胁俄罗斯 但是反之也一样 俄罗斯也能更加方便的拿捏北约 当然了 就当前的局势来看 俄乌冲突接近尾声 完全不可能闹到北约和俄罗斯 正面开战的地步 俄罗斯这番威胁更像是在提醒北约 同时也是在提醒美国言外之一 美国应该收手手了 再这样打下去 没有什么好处 真要是闹到俄罗斯和北约开战 最后吃亏的还是你美国 目前在俄乌冲突的关键节点 俄罗斯把态度表明了 是接着打 还是退一步 就看美国能不能咽下这口气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愤 随道